5月1日 5月1日 下次不就这样玩 你这样玩就有 大家好 昨天回家的路上发现这边有一大片草 这个草就在我家后面 以前没有发现 又被你发生一个保障地 嗯 咱们搁两袋 还挑啊 肯定要挑啊 山上有人挖树 他们在这边山上挖树 在这里碰到一个美女 这本来就是我们村里面的大美女 让她拍正脸她不肯入镜 我同班同学啊 跟大家说 暗恋的对象 是吧 胆子太小了 不敢追 找的成了别人的老婆了 后悔吧 后悔吧 现在还有机会呀 哈哈哈 赶紧的 人家在这里看你 你不要干活要洗劲一点啊 啊 你们两个怎么跑来啦 你要擦雨鞋来啦 啊 你看你的鞋子 啊 这么脏 他同学是来这边挖春笋的 来装的 上面有人挖 妈妈 是有点银的 谢谢 我给你 谢谢 我说明儿不是有水吗 怎么没听到十个水 挖到了这么多水 这个水里 哇 一袋 你上来呀 割好了 嗯 两根 两根 这个面土 现在更好啊 但是 你起来 爸爸妈妈去那个去渔塘 妈妈去渔塘 不能去再下雨 我就要妈妈陪着我 爸爸妈妈要去挣钱 好了好了 马上就回来 喂鱼了 鱼汤的水 现在涨到胃了 这边测米在这边挖死 现在这个大鱼汤的水 差不多快涨到胃了 还可以涨个 两米五左右 投料筐太小了 感觉没啥用 鱼啊开饭了 拿个喇叭来喊 要么拿个脸盆来敲 又散到腰了 把这个拿起来哈 等会这个淹了以后 干鱼汤就麻烦了 这个是端门防止这个鱼桃泡 放上面来 这个水真的涨到胃了 那个也拿起来 这个不拿 这个就放在这边 水涨满了让它淋出去 泥丘 泥丘 这么大的泥丘 这还小啊 这不小吗 这么大可以了 还有没有啊 天罗 这不一条吗 腐瘦 哪里还有啊 有鱼 真的啊 啊 有吗 没有 就这一条我就不咬了 啊 扔到这里 这里面又是什么 不知道 这是虾还是什么 你小心点啊 别是死了哈 哇 靠 什么 全是虾 小虾米 好多虾 看到了 看到了 好小 看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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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哪这么小的虾 小好小 这么小 把它放下去了 看来鱼塘里面好多虾哦 啊 进水口就这么多虾 密密麻麻 全是 这条稍微大一点 啊 这个鱼塘 看一下年底的时候 能不能出一点虾啊 嗯 可以可以 可以吧 嘿嘿 好多 这一块都是 这个鱼塘 涨下水 看起来很大了 大多了 19亩多 20亩差一点点 你那不是说5亩吗 什么时候说5亩 哈哈 5亩5千块钱 怎么可能 我脑袋被鱼踢了 可能就被鱼踢了 嗯 回家 这又要下雨 茫茫细雨又下下来了 走走走